大家好 我是黄博 今天的主题 请别遗憾离场 我觉得不可能 只要是离场就必然有遗憾 人都是过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之后才能意识到 过去了 就过去了嘛 刚刚那个小土坡就是我人生巅峰了嘛 都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人都是随着自己的年岁增长 就会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 最明显的就是自制力 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没有人能专心工作 电脑屏幕有这么大 但是那个小屏幕上 在发生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也是 我原来工作的时候还用过那种管理时间 提升效率的方法 什么番茄工作法 就每半个小时工作2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还定个闹钟 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闹钟渐渐最后就变成 我每工作5分钟就要休息25分钟 但我一看我周围同事也都是这个德性 我也就心安理得 我就原谅自己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现代人的一种新型的工作方法 小番茄工作法 但是还是焦虑嘛 就是没办法 你摸鱼越摸越焦虑 我对抗焦虑的方法 就是我最近开始锻炼 开始跑步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也是工作了几年之后 突然就开始跑步 如果有这个症状 一定要小心 这就说明你的人生 开始走下坡路了 因为下坡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 下坡路都不行 下坡路跑起来也没想 下坡路是要鼓掌的那种好笑 对啊 那个多好笑 而且我跑步啊 是那个典型的中年人跑法 就啥也没干 就是先花钱请个教练 什么买装备 什么筋膜枪带三粉 就是到了我这个岁数 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努力 只相信资本的力量 心诚则灵 我跟我那个教练啊 第一次见面 我就知道我俩不是一种人 他就是二十多岁 短裤背心清清爽爽的 我从下道上裹满了 护怀 护膝 护腰 护肘 护腕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感觉自己像是刚碎成几节粘起来的 我那个教练还挺幽默 说 哥 咱们这个课一共才八小节 你自己就有五六节 而且我们第一次去 他要评估我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教练 专业运动员 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 两小时三十四分钟 只比世界纪录慢半个小时 我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 2.5公里 他其实后面 观众慢慢地进入之后就好了 但我这个人的优点是 我毅力很强 第一天我就跟着他完成了 所有的训练项目 他练啥 我练啥 只不过是 比如平板支撑 他是撑三分钟 然后休息三十秒 我呢 是撑三十秒 然后休息三分钟 很熟悉的一个模式 圣女果锻炼法 当然我觉得锻炼这个事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效果立竿见影 第二天我就能感觉到 自己不一样了 我感觉我要死了 对 我刚睡醒 我的脑子说 来来来 我们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吧 我身体说等一下 我不同意 我有很多部位 真的 已经六七年都没有锻炼过了 它都不是酸疼 它是震惊 是错愕 你知道吗 就我刚要抬腿 我这腿说 干什么 不要动 不要碰我 你昨天干什么 心里没有数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脖子特别疼 我的脖子比我脚脖子都疼 真的 我还在想 这就是我昨天 唯一没有带护具的部位啊 问我教练为什么 他说 这个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长期缺乏锻炼 什么 腰上 腿上 已经一点劲都没有了 但是你这个人吧 又特别的坚强 所以你跑到后边都是 首先就拉伤了脖子 很悲哀 我这个岁数跑步 操作跟不上意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要去锻炼吗 我就是想为今年的脖子球大会 就是储备一点体能 你们也看到了 像蒙恩这样的新人 又多又强 我对自己已经 没有什么奇怪的要求了 我能熬死我那几个老朋友就不错了 你们也看到了 我差不多 我快成功了 真的 新人都太猛了 太猛 我们有个演员叫豆豆 你知道吗 不要表现得这么兴奋的样子 真的 现在豆豆每次出场都特别有气势 我给你们学一下 一脚踢出来 全都是这样 哎呀 像陈真一样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做不了这个动作了 所以我每次在后台看他出场 我就感觉他光一脚 就把透过秀的大门踢开了 而我恰好就站在门后面 当然我也不难过是吧 我看了一眼另外一扇大门 后边站着王建国 建国看了我一眼说 现在的年轻人也太不懂礼貌了 上次杨丽来的时候还知道先敲敲门呢 很讽刺 很讽刺 我当初最开始为什么会来讲脱口秀呢 一方面我是为了中国喜剧的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说实话 说实话我就是因为原来的工作 有点干不下去了 也是因为新人年轻人又多又强 我说不知道为啥 当年我亲手面试进公司的实习生 一转眼已经跟我评级了 我就趁他变成我领导之前赶紧离职 当时还有前辈 当时还有前辈跟我说 说你现在也快三十了 你应该考虑考虑这个转型做管理这件事了 我说我早就考虑好了呀 但是我管谁呢 我前辈说这我就管不了了 我只知道你再不想办法 就是你实习生管你了 所以我个人的职场秘诀 就是只要你转行的速度足够快 年轻人就永远追不上你的脚步 打不过没有关系 你跑还不行吗 我已经开始练跑步了 初走断生 我归来仍是基层 所以我已经想想下一步 如果哪一天我这个脱口秀也讲不下去了 没有关系是吧 反正我已经开始练习跑步了嘛 我就转型当一个跑步运动员 我向大家保证是吧 明年的脱口秀大会 跟东京奥运会是吧 我至少参加一个 如果逗不笑你们了 我就去为国争光 谢谢大家 几个 三个还是两个 两个 两个 谢谢磅礴 喜欢磅礴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觉得你讲的那个职场的这个感受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共鸣 是 其实是真的 就是他最后讲到那个 就是管理那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那个 很伤感 伤感为什么 你们那个学管理的肯定听过这个 但我忘了他的学名叫什么 就是职场有一种倾向 就是把一个人推到他不适合的地方去 轮掌 所以是挺伤感的 人是挺伤感的 对 然后因为今天他讲这事 我没拍灯的原因 因为我特别觉得磅礴特别酷 但是今天有点不酷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有点紧张对不对 不是 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反复三赛的老炮 不是特别多了 这是 庞博的紧张就是他讲的那个内容 对 我知道就是他那个内容 就是好多朋友就在那个门后 就是不光他们俩 在反复地被那个门拍 就很难受 拍成门神了快 郑爽之前看过庞博的表演吗 看过 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出场顺序不好 出场顺序 怎么讲 就会觉得他们几个都很强 你觉得前面应该有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您再给他开一次场的话 是这个意思吗 我听懂了吗 谢谢郑少老师 郑老师只是厚道没说 他刚才心里想的是 我要掌成你们这德行 我也会好好练脱口秀 郑少老师 这已经是脱口秀里最好判断一块了 然后说回这个谁 庞博 我其实刚才想了很多想说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刚才那个小动作 小表情 就是他结束的时候 眼睛这样扫视了一圈 这个灯 然后 就那个表情 虽然他把麦克很专业的拿开了 所以你听不到 吃的那一声 但那个表情是很鄙夷的 所以我作为没拍灯的人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心里想 你懂个脱口秀 那我重说一遍 你们懂什么脱口秀 这个 太像 然后这个导致我 就是突然被他那种 高大的身材和那个表情 吹垮了我的信心 本来想说的很多不太敢说了 但是 但是整体上是这样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你的实力嘛 所以我们也很喜欢前面的表演 我在犹豫间就 就 就到了时间点 所以 对 很不好意思 但是 没事没事 对对对 你们不知道刚刚这会发生了什么 是因为我讲到我的段子的时候 我在想 我在讲那个 我的职场成功秘诀就是 打不过就跑 只要转型足够快 然后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您 所以你应该 直接现场说说说 把这想法直接说了就炸了 这题打断了我的表演节奏 这些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看到这么合适的样本 难免走一下神 对 对影响你发挥用 感谢观看 谢谢 谢谢